花蓮地區從本地區開始 供應國民中學學生營養午餐的 其中有六所博物 在三地的萬人鄉 以及附近的床小裡的學生 都享受到了這種免費的營養午餐 在今天舉辦的營養午餐的四上櫃子間 老師們告訴了學生 供應營養午餐 作為了學生們的營養健康 同時也訓練他們改善學生的飲食習慣 學生還邀請了學生的家長們來參觀 在今天的菜單裡面有 饅頭、吃筋炒菜、蛋花湯、牛奶和香蕉粉 花蓮全店供應國民中營養午餐的 有2500個人 在規則裡是清酒、主旅餐的 一旦